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弃了一生的职业 经常酒吧卖唱 打杂 多次被嫌弃 依然不放弃音乐梦 最终转行成职业歌手 张帝最擅长的 就是现场即兴填词 做出与现场气氛相符的歌词 因此有了极致歌王的称呼 毛毛歌 国家等歌曲 还流传至今 最有名的一次就是1993年 中国第一次深奥 由于没有经验 当宣布悉尼获胜时 电视直播的现场工作人员 不知该如何是好 张帝使用邓丽君的歌曲 现场编辞 告诉大家不要气馁 完美就场 张帝这辈子 一共娶过三个老婆 前两个感情不合 最终离婚收场 第三位妻子 就是现任妻子张新如 好朋友的女儿 也是他的助理 两人经历了11年爱情长跑 才修成正果 张帝称 其与妻子相处的时候 并不会说甜言蜜语 反而爱吵架 一天不吵就觉得不舒服 因为长期吸烟的习惯 几年前 张帝被诊断患病 人也一度报受 周围的人都劝他戒烟 但张帝一意孤行 只是住院的时候 还是担心小娇妻今后 没人照顾 当年恋情曝光 因为张新如是朋友的女儿 自将双方的年龄差距 很多人都不看好 张新如还遭受不少诋毁 他担心他要是走了 就没人照顾妻子了 去年 张帝突然下决心要戒烟 他说 那天是结婚纪念日 要给妻子一个礼物 戒烟的过程很痛苦 但坚持了五个月后 张帝也明显感觉到了身体的变化 咳嗽的频率也大幅度下降 或许可能陪伴妻子更长的时间 其实老少夫妻的组合 在娱乐圈并不少见 除了妇女恋 还有爷孙恋 年纪差距更大 大部分人不赞同年龄相差选述的夫妻 也有双方可能无法白偷偕老的原因 不过对于当事人来说 只选择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想要的人而已 67岁的张帝 传出江宇认识十年 小他33岁的助理张新如结婚 弟弟张奎大表支持 他就像是个吉普赛民族 到处去作秀 有个年纪轻的女生 在他身边照顾他也是好事 大一名好友指出 张帝过去有过三次婚姻 由于小孩不支持 再娶的可能性不高 张奎赞张新如细心体贴 张帝有胃病 他要不离身 张帝表演完满身大汗 他立刻地上毛巾 张帝任何一个动作 他都了解要什么 女生对结婚有所寄望很正常 家人都祝福 但两人若想要有小孩 哥哥可要多努力 三十几岁的女生 多少会享有自己的孩子 但我哥这年纪 要去当幼稚园的家长会长 可能会有点累 相差33岁 无组恋情 张帝6734 老少恋传婚讯 67岁的极致歌王张帝 传将与交往十多年的 忘年之交堪定 张新如结婚 在北京的他 昨天接受台湾媒体 电坊求证婚讯时 没有否认红粉知己相伴 也没有驳斥再婚之说 仅一句 这不能说 似乎默认喜事 朋友女儿交往十年 张新如是贴身 跟着张帝的美丽助理 两人革命感情已来十年 张帝与身兼其助手的女友 同进同出 恋于2005年曝光 当时还被媒体和周遭好友 和他老牛吃嫩草 张帝当时否认恋情 为的就是保护女友 不被两人33岁差距的压力淹没 但张帝如此保护恋情 维护小女友还另有原因 原来 他的小女友是朋友的女儿 所以未免恋情 遭受世俗眼光摧残 他一直没有公开两人的关系 张帝守得云开见月明 近来有消息指 他和女友终于克服年龄差距 及世俗眼光 他也终于给她一个名分 对此 他低调表示 哎呦 什么红粉知己 你帮我介绍吧 显然仍小心翼翼 测试外界对他再婚的反应 前妻反对他从政闹离婚 张帝从政毁一段婚姻 现在退出政坛多年 他人回约亚洲几美家娱乐圈 张帝1990年与前妻离婚 分开原因是 老婆反对他从政 他却执意出来选立委 他说不是有第三者 他跟我结婚后 一直都很顾家 让我放心去赚钱 给他这些保障是应该的 离婚一定有原因 但不是仇人 前妻到现在也很关心我 我到美国都会去跟他们聚一聚 67岁的张帝 今年云游四海 其实半点也不寂寞 游轮 赌场 新马大型表演 都争相邀他演出 目前人在北京的他受访说 现在云顶做秀 北京这边又有朋友 约我过来走走 喝 大家喜欢看我这个老人家表演吗 高凌峰 这是公开的秘密 张帝望年交在村中 是公开的秘密 张帝的好友高凌峰坦言 张帝的老少恋是公开的秘密吧 这女孩很好 跟了他很久 一直帮他处理所有事情 张帝身边朋友都认得他 但结不结婚 很难说 以他这年纪 在一起这么久是缘分 但大概不会想结了吧 张帝的弟弟张奎 则表示不方便谈哥哥的私事 他说 实际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还是让他们自己说好了 报道说 张帝曾有两次失败婚姻 导致他不愿轻言结婚 其实 张帝不是歌手出身 他正儿八经的医科大学研究生 在当歌手前 他的工作是一名外科医生 因为家里是医学世家 父亲希望 作为长子的他 能够此成父业 当一名医生 于是 便逼着他去学医 张帝虽然不喜欢医生 这个行业 但他还是按照父亲的要求去读了 并且还读到了研究生 毕业后 张帝被分配到军队 成为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 做了医生后 张帝有着显赫的社会地位 和可观的收入 可他却每天不开心 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 张帝实在受不住了 他不想每天都面对着 愁眉苦脸的病人 他想用歌手把欢乐带给大家 就这样 24岁的张帝 在父亲的坚决反对下 依然辞去了医生这个铁饭碗 为了生计 曾经拿过手术刀的他 居然去酒吧端起了盘子 张帝想着 在酒吧待着 或许有演唱的机会 在端茶倒水了很长一段时间后 张帝终于得到老板赏识 同意他登台演唱 一次 有位顾客点了首《苦情满杯》 张帝只记得旋律 不记得歌词 就在他犯难时 老板递来一张纸条 说等一下警察会来查身份 让他告诉顾客 张帝集中生智 用苦情满杯的旋律 现编了一段词 各位朋友我告诉你 老板要我唱一个消息 今天晚上要检查 没带身份证的好兄弟 赶快回家去 不然就把你带到警察局 你唱完 台下呼声一片 张帝就这么火了 自此以后 张帝便用这种 即兴填词的演唱方式 参加各种节目 凭借着音乐上的天赋 名气逐渐增大 也开启了现场歌声 互动的演唱表达形式 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直到1994年 女儿为52岁的张帝 找了一个小助理张心如 张心如那时才19岁 和张帝女儿是好朋友 因为刚毕业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张帝女儿便把她 介绍给了自己的父亲当助理 因为是女儿好友的缘故 张帝对她格外照顾 而张心如也对张帝十分贴心 无论是生活上 还是工作上 都把她照顾得无微不至 时间一久 相差33岁的两人 竟然产生了感情 一开始 考虑到影响不好 令人选择不公开恋情 可是 到了2009年 67岁的张帝 突然宣布要娶女助理张心如 她说 她跟了我15年 我必须得给她一个名分 虽然 有过两段婚姻的张帝 并不看重这一纸婚书 但对张心如来说 就不一样了 因为她把自己青春 最宝贵的15年 都给了张帝 所以这个名分张帝说什么 都要给她 哪怕被外界嘲笑 捣牛吃嫩草 在一片舆论声中 67岁的张帝 和34岁的张心如 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 虽然两人年龄差大 但却十分甜蜜 张心如还为张帝 生下了一个儿子 却被众人调侃 儿子还没孙子孙女大 面对这些非议 张帝只是一笑置之 因为幸不幸福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2014年 张帝在参加完好友 高凌峰葬礼的第二天 突然昏迷不醒了 患性的是 就被抢救了过来 经历了那次重病后 年近80的张帝 越发重视自己的健康了 因为 他怕自己离开了 就没人照顾妻子张心如了 他说 他跟了我多年 没想过一点福 还遭受了很多诋毁 我要是走了 就更没人照顾他了 总还是祝愿张帝 可以一直身体健康 与妻子相伴下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温赛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